嗨 宅男 宅男女神 對啊 宅男女神 妳應該不喜歡她們吧 我還以為妳要客氣一下 怎麼沒有說不喜歡 是沒有說太喜歡 有 因為那時候 代班大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喜歡了 才剛進去的時候 對 那時候就了解她 現在越來越討厭對不對 不會啦 年輕人嘛 長得有點痠 像我已經過了那個界線 我幹嘛不在乎 很好 好羨慕妳喔 這把年紀 什麼 就是把年紀啊 就 你知道沒有 年紀用把算的蠻恐怖的 好 大元會不會說謊 會說謊 但是很不會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發現 說得很爛對不對 對 因為眼睛大 眼睛大的人不容易說謊 不 妳到底要講什麼 眼睛大的人不會說謊 就說謊人家看就覺得妳怪怪 因為妳眼睛咕咕咕咕的 他賺得很容易就會發現 而且我覺得 他當宅男女生是有道理的 我剛剛在問問題的時候 他說 妳們看不到他的手 可是他手是這樣子 出在椅子上 出在椅子上還可以這樣子 會不會他走路也是這樣子 就很風患嘛 年輕人生啊 妳沒有發現妳的手是這樣子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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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擺出來了 會說謊 可是說得不好 對 就是我說謊 是不是會留痕跡 像我 可能騙我男朋友 就是跟其他男生偷傳簡訊 天啊 什麼東西啊 我沒有 她講得好像沒事一樣 不是 她太在意 真的只是男生的朋友 可是她會就是 就是只要是男生她都會介意 妳說痕跡是譬如說 偷的什麼的 對 跟男生 我就會忘記刪掉 因為一般如果騙的話 都會傳完就馬上刪 可是妳的內容沒什麼 沒刪掉就怎樣呢 可是她就是會生氣啊 只要是有關男生她就會生氣 男朋友佔有欲很強這樣 對 所以一定要刪掉 可是我就是會忘記刪 妳說謊的就是這樣子嗎 妳最厲害的謊是什麼樣 就是可能買名牌包包 我媽看到 我就跟她說是男朋友送的 我男朋友來家裡 從此以後妳媽好喜歡那個男朋友 沒有啦 我媽就說 那天妳送我的那個女兒那個包包 很好 我看我男朋友說 蛤 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馬上被揭穿了 蛤 對啊 也沒有跟男朋友套一下 這種謊無傷大雅 對啊 小謊 真的有一件鍾情這種事情嗎 掃老土了啦 不過 我曾經是一個打死 也不相信一件鍾情的人 可是 她竟然真的出現在我的初戀裡 還記得那年我才15歲 在網路上認識了她 我們聊得相當開心 經過了半年多 她提出於我見面的要求耶 她提出於我見面的要求耶 晚上紅紅紅的光明 喔唷 妳自己要跟我見面 下雨天還硬拉我出來 喔唷 妳就陪陪我嘛 我第一次見網友耶 而且不知道她長什麼樣子 欸 身那麼難的啊 欸 好像是耶 有點喜歡這一型的喔 要你管 嗨 嗨 妳好 我是大圓 這是我朋友 妳好 現在外面的下大雨 那我家在旁邊 妳要不要去坐一下 好啊 這邊 很奇妙的是 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卻像老朋友一樣的無話不談 雖然現在想想 她的樣子有點醜有點可笑 但當時的我 真的被她吸引住了 我們來打枕頭站好不好 現在 對啊 不然等什麼時候 很痛耶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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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天啊 唉唷 妳 真的很壞耶 妳 打妳 很痛耶 打妳 唉唷 天啊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 時間就像暫停了一樣 我緊張到無法動彈 耳朵中聽到的都是她的呼吸聲 以及我的心跳聲 唉唷 想起來都好害羞喔 你們在幹嘛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沒事啦 我繼續玩 經過那天之後 我跟她的感情越來越好了 放假都常常一起出去玩 她也會騎腳踏車帶我去東風 或是陪我在公園聊天 只是那時候 我都不明白 她對我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她是不是也喜歡我呢 齁 她到底喜不喜歡我啊 喜歡 不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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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 煩欸 煩欸 欸你現在沒有空跟我來一下 喔唷我已經快煩死了 我不想出去啦 跟我來一下快點 好 九道女啊 一..二..三 大元 我们之间有一百步的距离 如果你愿意为我走出一步的话 我会把剩下的九十九步都走完 走到你身边为止 你愿意吗 紧紧我 抱紧我 我爱 别走 哪一个人 爱我 将我的手在手 这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 所发生的事情 虽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 但初恋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 我将它写下来 是想让它成为有永远的回忆 你就是一个朋友 是你自己知道的 那时候你才卢哥 如果你没有带你的朋友去 你敢到他家吗 敢欸 因为我本来就很容易相信别人 而且那时候下雨 所以就不知道要去哪 可以去 素食店啊 如果百货公司啊 用那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花枕头 打枕头照片 我那枕头照片都很 很美 用那个白枕头 我从来没看过那种枕头 有点危险 还好有同学 没有 他爸爸妈妈也在家 结果呢 有没有交往一阵子 三年吧 那还算蛮久的 看电视的那个男生 应该心里面很窩心 对啊 就怕没有这件事情